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爵他比较善于隐藏自己 其实内心很复杂 青木嘛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少年 博权就也是没什么话 他是为了去做一些事情 为了去把中国存在的 白爵跟上古都有着很重的责任 神界大难将至 他可能对上古开始恨敌不成钢 但其实上古为了苍生 做出很多重要的决定 会变成了一个合格的主持人 这一点打动了白爵 他们都相爱 但是很难在一起 都是因为爱和责任 他们要顾解力太多了 我们这部戏真的很多体验的感动 也行 白爵多心事 然后青木他就会很轻松 演戏的时候 他可以一秒一秒都不到 直接进入这个状态 眼神直接立马变得不一样 那种 卡卡是一个特别认真 特别稳的一个演员 那么掉来掉去 他都以全身心的投入 《青木决生》是我们大家 认真对待的一个作品 希望你们看能够满意